一次他在山底拍摄的时候 听当地牧民说起了列塔湖里有不明生物的事 这让洪显烈萌生了拍摄列塔湖水下不明生物的想法 几年后的一天 洪显烈与好朋友尼克尔他和陆文东相约一起进山 前往列塔湖 根据搜集到的信息 洪显烈得知 列塔湖位于九龙县城东北十二千米处的瓦徽山上 海拔高度超过四千米 并且瓦徽山上沟壑密集森林茂密 平时很少有人能够顺利找到列塔湖 洪显烈等人经过一天的跋涉 才终于看到了列塔湖的身影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二十六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理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佳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狐牛尸骨 而那幽暗的湖水深处 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悄悄地接近它 红显列突然产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它有那种杀气腾腾的 因为一个人在边上走的话是挺害怕的 红显列认为 是列塔湖中有不明生物的传说 让这里变得更为神秘 因此在面对列塔湖的时候 人们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敬畏心理 在这种恐惧心理的驱使下 他们离开湖岸 把观察点设在了山坡 一块较为突出的岩石上 从这里望下去 整个湖面尽收眼底 然而 令红锦列等人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在湖边静静地一连等待了三天 也没有发现湖中有任何奇怪的现象发生 顶啊顶不出来 然后我就狠狠地骂了孩子 我用大翅膀往府里面炸 你再不出来 我就把你用炸鱼来炸开头 尼克尔他的这个举动 并没有带来任何效果 列塔湖的湖面上 仍然是一片沉寂 他们开始怀疑 列塔湖中究竟有没有传说中的不明生物 如果有 他们在这里已经守候了四五天 为什么这个不明生物 还不出现呢 红显烈他们三个人啊 花了几天的时间在山上蹲守 一方面呢 要忍受阴冷潮湿 一方面呢 还得防备山上的猛兽袭击 就凭着一定要在这个列塔湖里找到传说中的不明生物 这么一个很单纯的想法 减少了四五天的时间 但是希望越大 失望就越大 红显烈他们就这么一天天的守着平静的湖面 既看不到奇怪的现象 也没有不明水生物现身 没几天的功夫 所有人都失去了耐心 于是 红显烈他们三个人相互约定 到了一周的时候 如果再没有新的发现 他们就下山 红显烈他们在湖边观察了七天 仍然没有任何发现 第八天早上他们准备下山 红显烈恋恋不舍的来到湖边的那块岩石上 突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 湖里边突然一下就出现了那个就是 像就是黎石针旋转的车轮一样的那种 把那个就是水缴来 这样黎石针的转 让而让红显烈感到惊奇的时 巨大的漩涡 仅仅出现了不到一分钟就消失在了湖水之中 这使得红显烈没能及时记录下那个奇异的漩涡 等待了大约一小时后 出人意料的奇怪现象再次出现 这一次 红显烈迅速将摄像机对准了湖面 这就是红显烈当时拍到的画面 它似乎是被什么东西搅起的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个漩涡究竟意味着什么 难道真有一个龙一般的神秘动物 在水底翻江倒海 但是令红显烈感到意外的是 漩涡旋转了几分钟后 湖面上始终没有出现任何动物的影子 那么红显烈提供的视频中 巨大的漩涡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就在记者继续展开调查的时候 当地牧民向我们反映 有两位农夫曾经亲眼看到了列塔湖里 那个不明生物的真实面目 王伦秀和泽人质马曾经一起到列塔湖畔的山上采集松茸 当他们来到湖边准备坐下来休息的时候 突然听见从湖中传来一个巨大的响声 突然刮起的大风在湖面掀起了一阵阵的大浪 与此同时 他们看到湖面上突然钻出了一个奇怪的动物 王伦秀和泽人分别为我们画了自己看到的不明生物的形象 泽人质马画的是水中神秘动物露出水面的头部 而王伦秀却在试图描绘神秘动物在湖面上运动的整个过程 两人的图像无法提供更加确切的信息 根据他们的描述 在湖面上出现的是一个既像蟒蛇 又像鳄鱼的奇怪动物 那么当时他们看到的会不会就是鳄鱼或者蟒蛇呢 猎塔湖里会有体长超过20米的鳄鱼或者蟒蛇 带着这样的疑问 记者来到成都理工大学 走访了这里的动物学专家李奎教授 我看到这两张图的话 卢记者给我画了这两张图的话 一个看到似乎有点像鳄鱼似的 好像背上有些类似鳞片状的东西 立起来 记住尾巴还是扁的 但是鳄鱼也是帕行动物 现在全世界的话在4000多米高的海帕 那么高的海帕的水平里面 没有发现过有恶意的存在 李教授告诉我们 鳄鱼是一种每天需要用阳光来提高体温后才能活动的动物 它们主要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在我国 只有长江中下游的低海拔地区才发现有野生养子鳄 在海拔4300米的猎塔湖中 是不可能有鳄鱼生存的 而同样是爬行动物的蟒蛇 也不适合在这里生存 我们都知道爬行动物是变温的 那么气温低了以后 那么它的身体的体温也跟着下降 那么成年的平均气温才6度 那么换句话说 到冬天它的气温就是零下好多度了 那么在零下多少度的情况下 在这个湖里面不可能是有爬行动物生存 专家告诉我们说 像蟒蛇鳄鱼这一类爬行动物 对生存环境要求非常高 像猎塔湖这样的高海拔 低气温低气压的高山湖泊里 鳄鱼蟒蛇这类爬行动物不可能生存 从这一点上讲 专家直接否定了猎塔湖里面有类似爬行动物的 不明生物存在的说法 那么几位目击者在猎塔湖看到了 那个不停游动的神秘生物到底是什么 这个游动者的生物和红显烈用摄像机拍到的漩涡 有着怎样的联系 为了解开这些疑问 我们的记者与成都理工大学万锡南教授一起 组成科考队 对猎塔湖水下不明生物展开现场调查 当我们的科考队来到猎塔湖所在的山脚下 准备上山的时候 迎面却走来了几个刚刚下山的游客 是刚从猎塔湖下来吗 是的 从猎塔湖下来 看见水怪没有 今天看到了 看见水怪 我们看到了 什么样的水怪 那个湖里边 湖里边这个车了个大圆圈 湖里边 车了个大圆圈以后 那个大概有五米多 那个大圆圈 然后那个波纹 波纹大概有身高一米多 刚刚从猎塔湖边归来的游客 竟然看到了水怪 这个消息让科考队兴奋无比 科考队立刻出发 在中午时分赶到了猎塔湖 我们在平台上架起了摄像机 静静地等待那个神秘动物的出现 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 也许在今天 我们就可以一睹猎塔湖水怪的真理 下午四点 猎塔湖上突然飘起雪花 原来平静的湖面上 也出现了极为强烈的反光 这些反光 对我们在湖面上寻找目标 非常不利 但是就在这时 湖对岸附近的水面上 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个漩涡与红险猎所拍摄到的神秘漩涡 出奇的相似 难道 传说中的猎塔湖不明生物 就要出现了吗 我们不断地调整机位 捕捉湖面上出现的这些可疑现象 然而 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这些现象虽然反复出现 但却没有看到任何生物的影子 更让人感觉奇怪的还有当时的天气 当天下午 猎塔湖上空一直都很晴朗 可是当湖面上出现这些奇怪现象时 却突然飘起了雪花 而那些现象消失以后 雪也停了 这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还是天气的变化和那些现象之间 存在某种必然联系呢 大家都注意了这么一个事实 当这个现象出现的时候 它必须是